讲了application.status.bar 另外有补充了一个 我是把它贴到它的底下这边 如何让程式暂停两秒钟 这边有个application.wait 我把它字放大一点点 再加一个底色 wait 者 后面的话必须有一个wait time wait time 实际上就是必须用time 把它转换成它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time serial的一个函数 然后把10分秒包进来 因为你不能给随便的一个数字 它一定要是10分秒的格式才可以 但如果你不太知道说这怎么做的话 那可以利用 那这里实际上就抓到目前的 脑子的是现在电脑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呢 再把它加2秒 也就是让它停2秒钟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实在是不太知道怎么做 那可以用wait 另外的话 application里面 我刚刚我提到有关 比如说你要让 你的那个程式 比如说多久之后做一次 或者每天的几点几分几秒做一次的话 那你可以用application 点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on time 这on time也还蛮好用的 除了用wait之外 你可以用点 o on time 这个on time 实际上呢 就是 当什么时间 我刚刚讲的 可以用这个方法 如果你不会用f1 f1应该会有 f1按下去的话 它会告诉你怎么用 on time 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底下有范例 如果15秒之后执行的话 程式在这里 它也是一样就是now 现在的时间加上什么 high value 格式化 15秒 后面的my procedure 这个指的是我们哪一个程式 所以你要给一个程序 那个程序是sub后面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程序里面有一个 比如说批示删选业务 你就把这个名称放在那里 它就会怎么样 每15秒钟就执行一次 每15秒钟就执行一次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不是每15秒钟要执行一次的话 你是每天的什么时间 去执行一次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找到这个范例 下午5点钟 给一个time value就好 这个是每天 只要是5点钟一到 它就去执行一次 OK 应该可以懂 所以两个范例很简单 两行程式搞定 很多同学 常常会用到 但是不会用 OK 所以大概这个范例 跟这个范例大概就够了 底下就能取消 它有tancel掉 比如说你有设定之后的话 也可以取消 可以tancel 如果我想这个用的比较少 它部分就是 多久 15秒钟 然后呢 什么时间 去执行一次 去执行一次 反正你自己再玩玩看 这个其实 没有问题 可以握个 你说取代 也不能完完全全取代 因为位置只是说 让程式停满 也有类似功能 但是不完全一模一样 对啊 因为它是每15秒钟做一次 你那个是等15秒钟 等15秒钟 但是不见得是执行 因为等15秒还是执行 我们现在的主程式 那这个地方是15秒钟去执行 另外一个程式 不见得是我们现在的主程式 好 OK 这边有个指定哪一个 有没有 哪一支 我们的那个SARC 那你就写了一个SARC 把名称丢到这边 它就去执行 H 你可以玩玩看 这还蛮多 Application相关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完完全全掌握 Application物件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 Application物件 它旁边这边都有 都有所有的它的方法 跟属性的相关说明 那如果你没 假如你想知道更多 把它点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不见得每一个都一定会拍上用档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 没事 就是把它点进去 那Application.taste 指的就是你现在所在的 什么呢 Excel所在的位置 OK Application.taste 这个当然相对吧 没有相关说明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底下有什么 物件里面 里面的所有的成员 物件成员 其实物件成员有两个 属性跟方法 所以物件的使用 不外乎就是了解它的属性跟方法 如果了解这两个之后 基本上你这个物件 就完全可以掌握了 那物件因为已经写固定了 反正里面有哪一些 就是官方说法 那因为Excel没有Open Source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怎么写的 更不可能去修改它里面的 就是它的程式 所以有哪些功能 能做什么 其实全部都在这里 不会多也不会少 就是这些而已 OK 所以如果你 假设啦 你这边全部都非常熟的 每个都把它全部看过一轮的 那其实你Application.taste的物件 你基本上应该可以掌握了 大概九成以上 没有问题 OK 那这个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那个批次新增 批次筛选业务 那再来就批次筛选产业别 还有底下三个 可是问题这三个 你如果个别一个一个慢慢做的话 其实程式里面会有重复的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写成共用的 那共用的方式呢 其实跟之前的那个筛选 有没有 我们好像有一个没有加批次的 所以我们可以叫批次筛选 那就一个 大家四个层 也许四个栏位共用 那共用的方法怎么做 也许我们再来 第一个栏一样清单里面做什么 先把产业别这一栏先复制 其实干脆这两个一起复制 干脆这几个一起复制 把这几个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 然后做什么呢 移除重复 不过移除重复 你不能一次三个 只能一个一个来 移除重复 要不要扩大范围 不要 可以移除 它也没有来 只有高体 这样子 它有六个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移除重复 然后这边要不要扩大 不要 OK 那另外当然如果说 你假如要练习 我刚刚讲过 一如重复 如果说 你现在还是用2003的话 那没有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呢 你要去拽写 那如果你不会写 其实我在底下 我好像之前有同学问到 所以我就在这底下 有写了一个 这个 我还有写一个 那个 如何自行撰写一如重复 这个是自己写的 如果你不用那个 ESALE里面提供的功能 用这个也可以 不过 特别注意它的位置 我是用什么 用A1 指的是A栏 如果你是B栏 你就用B1 这个可能 不同的栏 你可能要改 那你讲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改成那个 我游标放的那个 它就自动帮我一图重复 可以啊 你可以把这个 Range 改成你游标放的位置 那游标放的位置 那个叙述叫什么 就是ActiveSale就好了 ActiveSale 有没有印象 前面有讲ActiveSale 好 那就可以用来一图重复 你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假设一图重复 如果说我今天 我移除重复 我希望 把刚刚这些 我不要用那个移除重复公文 我要 比如我这边要自己来 这些还没移除重复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 几个方法 我移除重复 第一个把它改成B1 改成B1 其实第一行指的就是 我会把我现在B1的位置 其他的范围把它延伸出去 选取 不过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 Current region 它可能会选到旁边 看一下 它会可能延伸到其他 会 所以这个 这个 指的是如果旁边没东西的话 那没有 可是如果旁边有东西的话 可能会 请各位试一下 也许先第一个 先把那个 移除重复部分先做出来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 就是用那个共用的 画面先忘记了 共用的那个 就是 批次的筛选 重复之后 反正就做出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基本上就根据我们实际上 就是前面的资料把它移除重复 而产生到的这个结果 那里面的话 我是用那个 多一点 这边总共有2000多 2000多 因为 问题06 好像资料量比较少 所以 这个跑起来感觉 一下就跑完了 感觉比较没有 没有那个Fu 所以最好资料越大越好 那你就可以把资料整个 让它重新再跑过 那 我们 已经 资料建好之后的话 那清单当然 也把它 自己再建立一下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 批次筛选业务 跟一直到客户 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有很多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建一个 所谓的批次筛选 的一个 共用程序 这个共用程序呢 跟之前我们上礼拜 讲的那个蛮像的 第一个 可以先把那个原来的 批次筛选业务 那我是把它注册掉 因为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 把这个部分的资料 复制贴上到底下 产生另外一个程序 那程序部分的话 因为共用 所以后面刮符吧 我会需要使用的 给我两个东西 作为区别 第一个是 叫做清单 那这个清单指的就是说 你的清单 在清单的这个工作表里面呢 它是在哪一个栏位 所以后面加一个Street 意思就是说你是 哪一栏的意思啊 其实 主要是清单里面的 到底是A 还是B 还是C 还是D 这一推 这个清单指的是 你是在那个清单里面的 哪一栏的意思啊 所以当然最好是 可以再加一些注警之类的 OK 栏位的话呢 指的是你要查询的是哪一栏 比如当然相对业务的话 是第三栏 OK 所以大概会改几个地方 一 先把那个 后面的部分的部分 加上两个参数 名称改权 P字筛选 其他都一样 需要改的地方就是 就是 X后面里面的清单 这个地方 我们原来是A栏 把这个A改成清单 所以将来如果是 查业务的话给A 如果 查那个 产业别的话给B 以此类推 就是给哪一栏的意思啊 指的是清单里面的哪一栏 再来的话栏位 指的是要查哪一栏 如果要查 总标里面的业务 那就第三栏 一样给一个Integer 给一个数字 然后呢 产业别是给4 以此类推 所以将来我们用呼叫的 呼叫的方法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用 这个 先产生一个 我们的那个 程序名称 CoreP字筛选 后面就是 A栏 去查 它总标里面的第三栏 那以此类推 把这边给做出来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产生4个按钮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 按下它 它自动帮我把那个 业务把它全部查完 所以你业务查出来 那再来如果点那个 产业别 它会先把旧的 这些先删掉 再去帮我把那个 产业别里面的清单 全部查完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 清单 产业别 基本上全过了 然后清单是第一 栏位是四 先把资料先删掉 哪边 抓不到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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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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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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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資料 那應該是名稱的關鍵 這邊少一個 這邊多兩個字 如果再把它移除重複 這個地方移除重複重複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於是剛剛移除重複 沒有移除完整